9月14日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因为俄乌冲突 疫情焦头烂额的普京听到这个消息 恐怕只会更加头疼 因为阿塞拜疆有阿利耶夫 这个把国家开成夫妻店的总统 在过去的数年里 已经不止一次地挑战普京的底线了 阿利耶夫出生的时候 阿塞拜疆还是苏联内部的一个小共和国 虽然他的父亲已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了 但是他却对儿子的人生选择没有过多的安排 因此阿利耶夫也一直没有踏入政坛 1985年 成绩优异的阿利耶夫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硕士毕业以后 就选择留校任教教书与人 苏联接替以后 父亲退出苏共中央委员会 阿利耶夫也离开莫斯科下海经商 1993年 阿利耶夫的父亲重返政坛 担任阿塞拜疆的总统 此时的老阿利耶夫才开始 对这唯一的儿子有了期望 他想要在他离开后 让阿利耶夫接自己的班 阿利耶夫被父亲教会阿塞拜疆 跟着父亲参加所有的正式访问 并且担任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的副总裁 主管着整个国家的战略性能源企业工作 面对父亲的安排 阿利耶夫十分认真 他经常奔走于国外 各个大企业之间 游说外国资本 投资阿塞拜疆的石油产业 可以说 阿塞拜疆的石油领域 能够拥有足够的外国资本 确保自身的快速发展 阿利耶夫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5年阿利耶夫进入政坛 之后就步步高升 2003年 他被父亲任命为政府总理 同年他还和父亲一起竞选总统 不幸的是 当年老阿利耶夫就因为病情恶化 退出了竞选 由于父子俩在自己的职位上 为国家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此当老阿利耶夫退出后 选民就把支持父亲的选票 全部投给了儿子 于是阿利耶夫于2003年 当选了阿塞拜疆总统 成为了独联体国家中 唯一一个子承父业的国家元首 当选总统以后 阿利耶夫延长了总统任期 还将自己的妻子梅赫利班 直接任命为第一副总统 将整个国家变成了夫妻共治 可是阿塞拜疆的民众却毫不反对 一方面是因为梅赫利班 本身就十分优秀 不仅才华出众 在医学方面十分有建树 而且也十分关注公众事业 他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清善大使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阿利耶夫在任期间 能够兢兢业业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大力推动阿塞拜疆的经济发展 他经常深入民间 了解民众心声 所以民众对他十分支持 但是阿利耶夫的野心远远不限于此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 他开始不把俄罗斯放在眼里 阿塞拜疆的印后总统阿利耶夫 自成副业当总统 还把国家搞成了夫妻店 就连强硬的普京 他都不放在眼里 时刻想着跟普京拜拜手腕 阿塞拜疆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国 可随着苏联解体 阿塞拜疆却和俄罗斯越走越远 阿塞拜疆远离俄罗斯的第一个原因 还是和亚美尼亚有关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多年以来 就因为历史 宗教 现实等等原因冲突不断 小国的命运从来不由自己完全掌握 小国的战场往往更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场 所以每一次冲突的背后 总有各个大国在选边站队 而俄罗斯就选择站在了亚美尼亚一边 俄罗斯也是没办法 因为亚美尼亚的地理位置确实是太重要了 亚美尼亚细靠土耳其 北林俄国 南切伊朗 是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重要支点 有了这块地方 俄罗斯既可以图谋自己的中东大气 也可以保护南部边疆 若没有这里 普京数年来的谋划也就复制东流了 可阿利耶夫才不会这么善解人意 体会普京的无奈 对他来说 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况且阿塞拜疆也不是孤军奋战 他的背后还有别的国家 这也让他有了和俄罗斯对抗的勇气 纳卡冲突中 最旗帜鲜明地站队阿塞拜疆的就是土耳其了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在民族 语言 宗教和文化上一脉相承 高度的民族认同感 本就促使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 而且土耳其和阿塞拜疆 在能源贸易上也有往来 为了经济利益 土耳其也要帮助阿塞拜疆 不仅如此 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在历史上 也存在长久的矛盾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都促使土耳其 不遗余力地对阿塞拜疆提供帮助 除了口号上大力支持之外 土耳其共识拿出了实际行动 给人力 给武器 让阿塞拜疆在战争中 终于有力量掌握住动权 最重要的是 因为土耳其的支持 俄罗斯在两国冲突中 也不再强硬地帮助亚美尼亚 对抗阿塞拜疆了 因为俄罗斯还不想将土耳其 彻底推到它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 阿塞拜疆和俄罗斯之间 也一直有经济往来 阿塞拜疆有着丰富的邮寄资源 俄罗斯可以从阿塞拜疆 低价购买石油 然后运送到欧洲 赚取高额利润 阿塞拜疆还一直向俄罗斯 购买武器装备等物资 因此俄罗斯也确实不想 彻底失去阿塞拜疆 所以再次面对阿塞拜疆 和亚美尼亚的冲突 普京大帝都是苦口婆心 叫来两国领导人当面相谈 一次次组成停火协议 可是这两国的领导人 却没有太给普京面子 2020年9月的冲突中 在俄罗斯的斡选下 两国签订了三次停火协议 都没有结果 第三次停火协议 签订不到四分钟 战火就再次燃起 一直到第四次停火协议签订 两国之间才暂时 获得短暂的安宁 阿塞拜疆让普京头疼的 还远远不知之险 除了想把纳卡地区 拿回来之外 阿里耶夫还一直有一个 最大的心愿 那就是摆脱俄罗斯 直接把自己的石油 卖到欧洲去 这也直接触动了 俄罗斯的利益 阿塞拜疆与 这也就是摆脱俄罗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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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